现在是主持人非常发展的时代 很多人会在网络上的压片 发表自己的作品 有一个位于苏东美 在前他设立了一个压片 在网络上带到很大的活用 各自日本电视台节目 看过人数超过百万 中华今晚期日本小松市 在知道后 邀请赢到日本去观光参团压片 去年十月 在市场区间会的断压机下 中华市跟日本小松市 各为今晚期 相逢在文化、技术以及教育交流不断 这是建国科技大学 应用网络黑、四年爱何梦妮 在里面收起的压片 在网络上大家都叫他宿东美 设计到这个压片 又是日本电视台的节目 在日本看过人数超过百万 小松起见后 后来知道压片中的路主角 竟然是他们在台湾 今晚期中华的学生 就这样透过建国科技大学 应用网络黑 安排两位学生 将背后日本小松市 来选择观光参团压片 学生从2012年左右 我们就开始把他们往外送 送到日本去实习 因为我们有日文组的学生 那么实习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固定在餐厅 然后或者是这个温泉旅馆 总共有两个地方 那么慢慢的 我们非常的辛苦 又去跟一些日本的厂商 做一些签约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拓出去的话 主要的这些实习机构 它都要符合我们应用外语系的发展 我们的三个专业发展 一个是教学 一个是观光 一个就是国贸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张表上面 我们拓出去的实习地点 有的是餐饮业 有的是服务业 那么也有这种教学业的 那么也有这种翻译人员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实习的地方 都是要跟这个我们的 应用外语系的这个专业 有做一个发展一个结合 那么我们非常非常的鼓励 学生们到日本 到这个孟加拉 这些国际的地方 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必须要跟世界 做一个接轨 那么他们除了 类似他们的日文之外呢 他们在他们的专业方面呢 也可以用日文 他这个语言不断 非常的磨练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 而且呢 他们也可以增进 他们的专业上的知识 透过专业地上 所有的语言 加上一点的創意 没有哪里能将自己 透电施压 甚至也能透电国民外交 为自己 为家族 也为国家 担出更多拥有 新中华新闻林浩 中华彩虹报道 комментТothe 一段时间 来吧 感谢观看